亲爱的同学们 老师们 今天 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 2018级研究生新生开学典礼 我代表群校师生员工 对八千多名新同学表示热烈的欢迎 青黄两辉印 刑部一窥零 拥有一百零七年历史的清华 因为你们的到来充满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来自尼泊尔的森吉特 申格伦拉同学 是新闻学院勤求财经新闻项目的硕士新生 他曾在尼泊尔最大的英文报纸共和报报担任记者 他对媒体融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希望在中国学习新媒体采编技能 成为融媒体时代的多名手务 本科就读于新华大学材料学院的 王世涛同学很喜欢外语 今后学习了法语 德语和日语 他感到理工思维对他自己学习语言很有帮助 经历 王世涛同学顺利进入人文学院 攻度语言学硕士学位 同学们 清华是一所有梦想的大学 清华也为所有有梦想的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相信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子 一定能在这里充分施展才华 泛飞殉难多彩的梦想 中西融会 古今贯通 文理渗透是清华的办学风格 融合是清华学术传统和文化精神的心灵特色 常言在清华效应中 你们既能感受到中国云林的秀美 也能感受到西式进驻的鼎养 不同风格的进驻 批灵而建 共同构成融会中西的独特和谐之类 希望你们在东西文化 汇吹一坛的学术交流中 获得智慧的启迪 在新旧和野 殊途同归的思维碰撞中 让思想更加深邃 融合是当今时代发展的潮流 学科的融合 丰富了人类的认知体系 有效地增强了人类研究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媒体的融合打通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视角 深刻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和传播格局 科学与技术的融合 以及不同技术之间的融合 催生了大量丁富型技术 使人们的生活方式 生产发生重大变化 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促进了人的自由而全民的发展 激发了人们的显现力和创造力 成为创新思想的合力圆群 不同文化的融合 促进了不同国家 不同民主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学习 使得人类文明变得更加多知多产 在开放融通的时代潮流中 你们要勇力潮统 把握方向 在融合发展中创造精彩人生 在学科交叉融合中引领创新 在科学的发展历程中 学科的划分促进了相对完备和独立的知识体系的经历 使人类能够更为精细深入的探究世界 随着科学的快速发展 学科的发展出现了交叉融合的趋势 极有的学科兵舰被不断打破 交叉学科 跨学科研究领域层出不出 学科的交叉融合 云与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和挑战性 交叉融合后形成的新方向 新领域 往往成为孕育重大创新成果的过程 2017年的诺布尔化学奖 由瑞士的雅克·杜伯歇 美国的尤哈希姆·弗兰克 和英国的理查德·亨德森 三位科学家共同获得 他们在生物分子的冷冻质量技术 分子的三维结构的解析方法上 做出了重大游戏 他们的研究成果 体现了学科交叉 带来的重大创新机遇 实际上 学科的交叉融合 也迅速提升了科引人员的 创新能力 从而有力地推动了 科学研究的进步 希望你们勇于突破冰界 敢于探索未知领域 不断迈向新的学术高度 在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中 提升境界 科学揭示物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 人文为人生提供安身立命的根本 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有助于人类更为深刻的认识世界 和进购文化 深厚的人文素养 往往给科学家带来新的直觉和敏感 并给予他们情形的力量 爱因斯坦曾说 照亮我的道路 并且不断给予我新的勇气 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 是善 是真和美 1923年 从清华毕业的顾玉秀学长 是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 被称为左手行俗于人文 右手精通于树立的宽式通常 他是国际电机和自动控制领域的新区 是中国定机无限电影和航空教育的定机人之一 他一生创作七轻余手诗词歌赋 创作十余部话语 出版了英文科学剧作 还确定了中国五月的标准音 黄中英的频率 从这些中外大师身上 我们看到了科学求真 人文求善 艺术求美的完美融合 希望你们努力提高人文素养 培养科学精神 在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中 丰富生命的背寒 提升人生的进展 在不同文化的融合中拓展格局 文化融合的过程 是不同文化接触碰撞的过程 也是在比较和筛选中整合的过程 和根之美 在以和意 文化融合的精神就在于和意 不同文化元素调和共存 在形成新的有机整体的同时 也促进了各自新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 融是生动而不失自我的改变 是在沟通交融的过程中 互选互建 活是在相得一山中寻求贡献 是在许长不短的过程中 活血共生 不同文化的融合 让人类社会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关系 群人类的命运修期欲过 群人类的梦想 紧紧先离 在这样一个文化融合的时代 希望你们学会尊重文化的差异性 学会与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合作 学会从不同的文化中汲取营养 心怀人类福祉 不断拓展自己的人生格局 同学们 融合的时代潮流浩浩淡淡 融合的时代充满了无性的可能 蕴藏着无性的活力 希望你们把握住时代脉络 把握好人生方向 成长风济长寒 在融合的时代引领创新 提升境界 拓展格局 成就人生新的高度 宫阙舞云金板几 高秋更上九霄看 跨越新的高度 人才能看到更加美好的未来 清华一定是藏心的 我相信美丽的清华云 一定会因你们而更加精彩 你们的青春足迹 也一定将为清华云所银记 谢谢大家